好 所以开始讲到之前 请大家务必帮我们按赞 订阅 分享 打开小铃铛 让我们一起祷告 建立耶稣基督的身体 主要谢谢你祝福这里 每一位弟兄姐妹 保守我们有倾听耳跟倾听的心 得着你的瑞玛 因为信心是从听道而来 听道是从耶稣基督的瑞玛而来 我们会靠着神给我们的瑞玛 好像耶稣对彼得说来吧 他就可以走在水面上 胜过这个世界 也谢谢你已经分不为胜 孩子的口跟孩子的心 祝福这里每一位弟兄姐妹 今天尽力重生来的神迹医治 超自然的恢复 超自然的丰盛 神美好的祝福 谢谢耶稣祝福这里每一位 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好 马可福音四章一节请念 好 有对方姐妹会觉得 怎么又回到四章 我们不是讲到五章多了吗 还是你完全没感觉 好 没关系 神还是爱你 好 OK 是这样 这是回顾 是因为我要先跟你讲 四章一节的时候 耶稣在一个海边教训人 然后呢 而且人太多就坐在船上 跟海岸边的人讲道 OK 然后呢 就讲了很多节 大概三十节左右 之后呢 请到下一页 好 四章三十五节呢 到那天晚上 耶稣讲完了道 然后呢 耶稣就对门徒说 我们渡到那边去吧 就渡过了加利亿海 格尼撒勒湖 好 然后就到 为什么要去那边呢 因为他要做一件事 但是呢 他路上就 第一次平静风与海 事实上有几次啦 那有一些可能有记 有些没记 但是彼得走在水面上 不是这一次 这是平静风跟海 是耶稣睡着了 对 因为耶稣 彼得走在水面上 是耶稣走在水面上 彼得说他也要 所以耶稣叫他过来 可是这次耶稣 是在船上睡觉 没有人可以 船上睡觉的同时 走在水面上的 好 虽然耶稣是神 可是这也是百分之百的人 百分之百的神 跟百分之百的人 所以这是两次不同的事情 好 请看下一页 五章一到二节请念 好 OK 耶稣专程讲完道 而且天色晚了 专程的还经过风跟雨 风 海 浪 然后这样子的过到另外一边去 到格拉森干嘛 就为了依这个 马太福音有提到这两个 就是重要是这个人 因为这个格拉森被鬼附的身上 有六千只鬼 那也是我们上礼拜讲过 很有名的猪瀑布的故事 对不对 六千只鬼 掉到两千只猪身上 平均一只猪有三个鬼 他们就受不了去自杀了 可是格拉森这个人 可以有六千只鬼 所以人真的比较脏 猪比较干净 而且是两千倍的干净 好了 重点是 格拉森被鬼附这个人 其实神何等的珍贵他 耶稣就这样 特别带着所有的人 过去对面 要依这个 有六千只鬼的 还有另外一个 OK 好 那个人可能是两百只鬼 所以 所以马可跟路加没有提那个 但马太有提到 所以如果你觉得你很糟 你很怎么样 耶稣专程讲完到累得要死 累到在船上都睡着 而且是水淹到船里头都满了水 他还可以继续睡 有没有遇过这种事 有没有 有在浴缸里睡着 不算那是热水 好不好 浴缸里面会有风跟浪吗 好 OK 还是会有 有上次地震的时候 如果你再泡澡的话 好 OK 所以你知道他特别为了这个格拉森被鬼附的人过去 然后得着他 而且让他成为回到他家乡迪迦坡里的一个宣教士 然后后来在七章的时候 耶稣经过迪迦坡里 当然圣经没有特别记 但是耶稣特别绕去迪迦坡里 我相信是要来把他的前面杂种的部分把他带回来 然后把他成就 甚至于再把这个格拉森被鬼附的人带在身边 因为他后来他求耶稣说他要跟耶稣在一起 但耶稣说你先回家传福音 人家以为好像耶稣嫌他脏 不是的 耶稣如果嫌他脏 耶稣干脆不要依他 可是耶稣是叫他回去传福音 好 这是很细微的东西要透过查经才可以看得到 所以你要知道一件事 如果你觉得你很糟 你有两千只鬼吗 不容易 两千只鬼之后你就会有那个超凡的力量 铁链 铰链都可以弄断 然后拿石头砍自己 然后不穿衣服裸体跑来跑去 你连最后这件都做不到 裸体跑来跑去 好 我的意思是说 你根本没有那么严重 耶稣是专程 在这么惊讶的这三年半的时间里 他专程跑去格拉森来移他 所以你怕什么 耶稣当然 更何况耶稣那个时候是因为他还 那个时候有他的肉体 所以他活在地上 所以他是只能够同时间在一个地方出现的 他还专程跑去格拉森 更何况耶稣现在 他现在坐在天上的宝座 然后他无所不在 无所不治 无所不能 你还担心他不爱你 不关心你吗 他就是爱你 就是要祝福你 连格拉森都可以 你怕什么 对啊 你觉得你张还是朱张 不要比 怕你比也会难过 不是啦 不是啦 好啦 OK 好 格拉森被鬼附的 耶稣专程去 然后医完之后请看下一页 5章21节请念 耶稣坐船又渡到那边去 就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 他正在海边上 所以他专程去医了格拉森被鬼附的 然后又坐着船回到原来的地方 然后又一堆人聚集 搞不好还是原犯人马 原本是不是一堆人聚集听讲到 然后他专程去医了又回来 然后又一堆人聚集 然后又在海边 他真的是专程去的 他就原地来回 他可能买那个往返票你知道 单程票可能比较贵 所以他要省钱买往返的票 好啦 不是的 他就是为了爱 所以不用担心 耶稣爱你对你有美好的计划 好 再来回来之后 就开始遇见一些有趣的事情 看下一页 好 5章22节请念 你知道我们河河本很讨厌的地方就是 你翻译一样是牙 你干嘛要写这个牙 山癌的牙就好了嘛 这个是什么 把咬掉到那个山牙 叫做牙癌 不是啊 叫做牙癌 可是其实这个字是 也可以念癌 也可以念牙 它是破音字 然后你翻译名字还用破音字 那我到底要念哪一个呢 对不对 好 然后所以呢 没关系啦 好 这个人就是管会堂 你可能会以为管会堂 是不是就会堂管理员 不是 就会堂的主管 懂了吗 你就说他是管车库的 感觉很弱 他是200个车位的主管 那就不一样了 对不对 好 所以管会堂的是宗教领袖 是这个城市这个地方 如果只有一个会堂 他就是最重要的宗教领袖 如果有三个会堂 最少是三分之一会众的主任牧师的概念 了解意思吗 好 所以他不是一个小人物 他不是会堂管理员 晚上要拿手电筒 看有没有偷东西 不是 并没有 而且那时候没有手电筒 好 OK 这个人叫亚鲁或是矮鲁 OK 好 所以亚鲁来干嘛呢 他见了耶稣 就扑伏在耶稣的脚前 好 他要干嘛 请看下一页 好 五章23节请念 好 这个故事呢 马太 马可 路加 三个福音书都有 马可跟路加都提到 亚鲁的女儿是快要死了 亚鲁求的时候是快要死 可是马太福音写 他的女儿是刚死不久 糟糕 圣经不合 马太 马可 路加 居然马太不一样 而且马太是个背骨仔 每次都写跟人家不一样的 对不对 上次去歌他生写两个人 这次说已经死了 刚死不久 那马可跟路加 为什么写快要死呢 其实很多神学家 讨论这个问题 其实答案就是 他就再三的求他 对不对 所以一开始求他 他才没死 到后面有人来报信死了 而且老实说死的时间 到底是什么时间 因为后面 马可福音也提到 有人再来报信说已经死了 那没关系 重点事情是 总而言之 就耶稣到的时候 真的已经死了 到底是他求他的时候 他一开始第一次求他的时候 他还没死 快要死了 后来第二次再三求 他就只要求三次吧 那么多人围着他 你是可以求到几次 对不对 大家都在插嘴 抢电话 你有没有上网抢那个 究竟台湾很报复性旅游 对不对 什么那个什么 那叫什么航空公司便宜的票 都挤满那个网站爆掉 对不对 你以为你登录一次 想要买下一张你还回得去吗 对不对 就这个概念 后面都提到 处勇耶稣是几万个人 处勇着耶稣 那时候人口才多少 一个乡镇几千个人 就很了不起的乡镇 几万个人乡镇 等于是附近几个乡镇 所有人都出来围着耶稣 这个概念 好 OK 所以他很可能第一次求耶稣 说快要死了 然后第二次或第三次 他刚死不久 因为他是一个有名望的人 他家里一定仆人很多 一直有人来送信 一直有人来报信 对不对 了解 OK好 所以其实不是矛盾 好 但是重点是什么 这个亚鲁非常的有压力 是他的小女儿快要死了 对 后面提到12岁的小女儿快要死了 他求耶稣赶快去医他 赶快赶快去医他 求你按手在他身上 使他全愈就得以活了 你看我们的这个亚鲁 是宗教领袖 甚至于是可能是那个地方 人家觉得好像犹太教 宗教界里头的最大的人 但是他跟耶稣求的 他对耶稣有信心 他相信耶稣只要按手在他身上 他女儿就会好起来 但是他的信心到这里 耶稣要按手 好 可是你看下一个人 然后这个人真的很糟糕 五章24到25节请念 耶稣就和他同去 有许多人跟随拥挤他 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 好 你想像耶稣从船上下来 一堆人触涌着他 然后那个亚鲁想尽办法 扒开所有人 终于到前面求了耶稣 还求了几次 最少再三求耶稣求了三次 因为有很多各样的需求 如果你再去查其他平行经文 耶稣又做了其他的事情 然后才去了 好 耶稣就跟亚鲁同去 然后有许多人拥挤着他 那显然当然会走得很慢 对不对 然后现在有一个人来干嘛 插队 我女儿快死了 你插队 你想像一下你叫救护车 然后那个救护车站在路上 然后你女儿快 不要说女儿 小明的女儿快死 然后呢 怎么样 有一个扭伤脚的人 拦住救护车硬要上车 你有什么看法 扭伤脚 我女儿快死了耶 你插的什么对啊 差不多这个概念 什么意思 这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 血漏是什么你知道吗 就是永远不会停的月经 就是月经永远不停血 对 就是一直一直一直的流血 然后呢 所以基本上他后面会提到 他又花光所有钱还没医好 而且这样身体一定是非常虚弱的 你是有多少血可以流 他是12年没有停过耶 真的很可怕 光换那个卫生棉被要花多少钱 这是事实嘛 对 而且那个年代没有卫生棉 那个年代是月经布 然后重复使用 然后每天都用 好 求主怜悯祝福他 所以他也很痛苦 可是12年了 再一年也不会死吧 不要说一年了 你明天再来嘛 我现在正赶着要去医 那个亚路的女儿 他快死了耶 亚路心里会觉得 拜托 而且最重要事情 这个女儿干嘛 他要违反律法 律法规定 血漏的人 你不洁净 不洁净不可以在人群里 因为每个被你摸到的都被你带碎 带碎会怎样 如果今天育月节 不能去吃育月节晚餐 那个烤全羊 你就没份了 好 你今天要去会堂 你今天要去干嘛 摸到的都不接近 你就没了 然后这个人 大家都在拥挤 他还涌进去 他光 光推推推推 就不要有多少人被他带碎了 你知道吗 真的很惨好不好 你想象一下 小明跟小花 小明是一个年轻人 小花是隔壁他很喜欢的一个小姑娘 好 然后圣经上有提到 当育月节晚餐 育月节的时候 然后那个羊 如果吃不完找邻居吃 所以他决定 他负责采买羊 他去买最大的一只羊 我们家一定吃不完 叫就可以找小美来我们家吃了 这是他的计划 然后他在街上买了羊 很开心的走回家路上 被这个女人摸到了 我计划一年又没了 结果隔一年小美被追走了 是不是很气 是不是很恨 结果这个概念懂了吗 好 有一个女人 换了十二年的血漏 好 请看下一页 五章二十六节请念 好 这十二年 他找了医生 然后花了受了很多很多的苦 因为你知道以前的年代 那个医病很夸张 不要说以前 大概一百多年前 那个年 这是这块两千年前 一千多年前 对不对 一千九百多年前 对不对 好 就一百多年前 人类的医疗都是 动不动就叫你放血 你知道吗 就是动不动就 就是给你切一下 喷血 或者是那个地方 黑掉就直接切掉 真的哦 所以动不动就是 割掉切掉弄掉 是现在才进步很多的 所以快要两千年前 在医生手里会受非常多的苦 而且是莫名其妙的苦 比如说法国 他们以前有一个疗法 比如说痛风 大家知道痛风现在是什么 什么堆积啊 对不对那些东西 可是他们医痛风的方法 是把一种鸟的头砍了 把血喷在那个痛风上 说这样不会痛 是这样啊 这还是好的 砍的是那只鸟 有些时候就直接砍换布 让你喷血 然后最后不停就把你切掉 也不过一百多年前 好 OK 所以医生手里受了非常多的苦 而且还要花尽所有的 花很多钱去受苦就对了 因为当你没有耶稣的时候 你在这世上很多东西 永远不会是你的答案 你尽你所能的去做 去抓 你就会现在医药进步了 好 我们前几天跟一位 跟一位传道分享聊天 然后他也在操练神迹医治 他那个故事蛮好 蛮有趣 然后他就是有一个先知寓言跟他说 他会做这件事 所以他就去做 他就找了一个他熟的弟兄 然后就奉 他就奉耶稣的名 医治你的 因为他有清光眼 奉耶稣的名 医生说他有清光眼 他就奉耶稣的名 医治你的清光眼 因着耶稣的鞭伤 你的清光眼得医治 你再也不会有清光眼了 祷告完隔一天 真的没有清光眼了 因为他去医生 他去医院的时候 另外一家医院说 先生 你已经用清光眼 医了20年了 但是你被误诊了 是黄斑什么什么病变 听得懂吗 他真的祷告没有清光眼 清光眼真的没有了 是那个叫黄斑什么病变的 好 懂我意思吗 就真的没有清光眼 感谢主 所以我们下次祷告 要更清楚一点 好啦 没有那就是 那就是反正总而言之 最后神还是会医治这个人 可是这个传道也不是那么糟 他帮另外一个人祷告 癌症得医治 后来真的就完全好了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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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反正我们就去宣告 完全得医治 你不要叫他祷告 清光眼消失 真的消失了 20年的物诊消失 可是重点是什么 那个黄斑性病变 对不对 是有药医的 他那个清光眼是医不好的 对 所以他后来就去用一些药 真的就好啦 就还是好啦 神可以使用医生的手 但是我们祷告不只要医生的手 就是神机医治 对 清光眼消失 而且也没有黄斑什么病变 反正全部就好就对 好 OK 好 所以呢 唉 人类是这样子 我们的世界是有限的 医生也是有限的 医生也是人 医生也是要判断的 好不好 所以可能会弄错嘛 这个人花尽所有一切都没有好啊 而且又没钱了 又受苦了 病逝还更重了 他不去看可不可以好一点 对啊 真的啊 如果是以前那种 那种医疗方法很可怕的啊 现在当然好一点 可是就算吃药 吃药也有副作用啊 对啊 你知道吗 我上次看比如说假设是头晕的药 我就一看他的副作用 我把那整张拿出来仔细读 那个就是因为头晕所以要吃那个药 然后那个药内容里面的副作用是 吃了会头晕 真的 真的 好好好 好 OK 这是事实 你有兴趣去看一下真的是这样 好 OK 这是某一种药我没有说哪一个 好 OK 所以你要知道我们这个世界 你真的还是有些部分只能够求耶稣 我有说过嘛 我们认识的那种在美国的那个医学院教授 然后他的邻居们都是那种收入很高 然后真的 然后父子子孝兄弟公 然后关系都很好 而且真的夫妻关系都很好 然后收入也很好 什么都很好 然后他传福音 他说我看你信耶稣有没有过得比我好啊 我看你信耶稣过来比我差了 人家怎么会信耶稣 可是即便是这些人 他们仍旧会有一个世界没有办法给的东西 你就算是所谓的人生胜利主 你也不过在人生看似胜利 人家看不到的部分了 对不对 好 所以不用担心 耶稣真的会做他奇妙的事情 好 所以果然这个人这么努力的12年来 他花尽了所有看片的医生 什么都没有好 然后还更严重了 但是却因此他仍旧 神透过这些事也许做什么奇妙的事 他却有一个特别的信心 刚才耶鲁认为 耶稣要按手在我女的身上才会好 之前有一个人也是来带求 他就是那个百夫长 他说你吩咐就好了 我仆人就会好 所以显然有差别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那个百夫长知道 不是靠我好 是靠耶稣的恩典 但是耶鲁是犹太教的领袖 他知道律法这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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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每天无日三省无声 为人谋而不忠乎 你知道我来讲什么吗 算了不讲 好 就是所谓每天要反省自己 你再反省自己都没有用 本来就是不好才要救主 对不对 重点就是不是定进自己好不好 是定进耶稣那么好 然后神迹要发生 所以这位耶鲁 他只有到耶稣按手就会好 可是你看这个犯罪的女儿 正在犯罪的女人 她现在正在带罪别人 她是犯罪 她违反律法 好 她正在犯罪 可是她的信心是什么 请看下一页 5章27 28节请念 他听见耶稣的事 就从后头来 砸在众人中间 摸耶稣的衣裳 意思说 我只摸她的衣裳 就必痊愈 好 雅鲁的信心是 耶稣要按手在我女儿身上 病就会好 这个女人的信心是什么 我只要摸到耶稣 还不要摸到人 不要摸到肉 我摸到她的衣服 而且是衣碎子 其实就是那个塔列 就是那个祷告经的那个碎碎 那是有属灵意义的 他认为他只要摸到 他就会得衣制 你会不会觉得这有差 有差吧 当然有差 摸到衣服就可以得衣制 所以后来继续 神的大能继续的眼镜提升 后来保罗的手帕 有衣制的能力 保罗为手经祷告 然后就发出去 所以有些教会就 真的有在做这种事工 如果圣经有记 他就是真的 真的也有 真的有 就是牧师祷告之后 那个手经就有效 然后就去为某一个弟兄 然后医治 医治好了之后 就一直传到现在还没还牧师 那个手帕就再也没有了 好 OK 扯远 已经不在乎那个手帕 这是真实故事 可是如果有某个教会开始贩卖 牧师加持过手帕 还醒过鼻涕的 不是 跟鼻涕没有关 就是那种东西那就要小心 因为我们定睛的是耶稣 神可以使用物质各样的事 来做祂的事 可是我们不是靠那个东西 连十字架都不是圣物 你才是圣物 圣下的圣 不是 圣洁的圣 对 你是圣洁的 因为你是神的殿 圣灵坐在你的里头 十字架是代表耶稣的刑罚 跟让我们纪念耶稣基督 所做成的工作 所以后面这个十字架 或你身上呆在那十字架 它没有魔力 严格说起来 它也没有神力 对 但是当你 透过身上这个十字架 或看到耶稣的十字架 你纪念了耶稣 你就有神力 知道差别了吗 重要的事情是 你的心定睛耶稣就有神力 不信耶稣的人 有再大的十字架都没效 信耶稣的人 没有十字架也有效 因为如果你需要十字架才能够 比如说我们看什么吸血鬼的片子 什么拿十字架 吸血鬼就会跑走 那他好可怜 你就算没带十字架 你就这样 那如果大概厉害一点的 你就这样 对不对 很像咸蛋超人 如果再不行乱 你就这样 对不对 够大支了吧 对不对 所以那他好可怜 可是不是 还有另外一个 你以为吃大蒜有用吗 他是怕你的口臭 好不好 其实重点就是你的心 你对神 为什么你领圣餐有效 因为你辨明耶稣的身体 定睛耶稣做成的工作 重要的都是你的心 懂吗 好 所以当这个人知道 我只要摸到耶稣的衣裳 他其实知道 那是一个信心的举动 很多时候神要你配合他 去做一个信心的举动 一做 那件事就要成就 知道吗 好 只摸他就必痊愈 OK 所以他拼呢 他只是听见耶稣的事 他可能从来没有亲眼看过耶稣 因为几万个人触涌 你在最后几个你是看得到 你又去过演唱会 在最后面过 你又除了前面那个人 刚好一百八一百九两百 就两个墙在那边晃 到底是什么概念 对不对 好 所以你要知道 他听见耶稣的事 可是他就有了这个信心 而且他还一直违反律法 然后他最后得意志 你怕什么 对不对 你有这么糟吗 我干嘛一直讲人家糟 人家很辛苦 12年邪漏 但是你有那么惨吗 你不用告诉我 跟神说 他要来做成这一切的事 好 所以他相信 只要摸了就得痊愈 好 请看下一页 好 我就要29节请念 于是他血漏的源头立刻干了 他便觉得身上的灾病好了 他相信他一摸到那个一碎子 然后他血漏的源头立刻就干了 然后灾病就好了 立刻就好了 而且如果他从来不停的话 睡觉也一直在低 然后走路也是在低 他可以立刻感觉到没有了 对不对 好 其实我无法体会 但是可以想象 所以血漏的源头立刻就干了 然后他就觉得灾病好了 然后他就想说成功了 得手了 走人这样赶快跑 对不对 他有这个想法 对好 请看下一页 5章30节请念 好 问题就是当他摸了耶稣的衣裳 其他的部分是写一碎子的时候 耶稣知道他灵里他的心里 感受到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 就转过来 就在众人中间转过来说 谁摸我的衣裳 首先人家摸你的衣服 你是不会有感觉的 衣服不是头发 头发有时候都没感觉 我小时候玩前面的女生的头发 都没有感觉 我很有感觉 不是 我觉得好好玩 我有告诉你我喜欢他吗 好啦 我就是嘛 小学生不行 好啦 你都不要小男生玩 小女生的头发是因为你喜欢他 好啦 好 OK 长头发很漂亮 对不对 好 不重要 回来 好 摸一场是没感觉的 为什么耶稣会知道 好 再来 那个能力是从耶稣的身上 转到衣服 从衣服出去的 所以其实从这边 其实你会看到一些 所谓灵恩派教会的一些教导 就是其实你知道 可以传递恩膏什么的那些东西 还有真的 我也有一两次 你问他祷告 你会感觉到 因为你腹中会有 那个圣灵 从腹中流出活水的浆河 你就发现那个活水的浆河 然后那个力量出去 然后有些就真的 就有很多神迹发生 我有一次被圣灵大大充满 然后我自己就一直很喜乐 然后之后我旁边也开始被感染 然后就一直笑 一直笑 一直笑 然后大家很像可以笑这样 然后就一直笑 一直笑 然后后来为人家祷告 然后每一个人 就很多人 然后就祷告 就一直笑 然后就倒在地上 那就觉得那个能力一直在流动 但是不长了 对对对 那是比较花一些时间 专注在神面前 OK 然后我听到有一些人 他们的 有一些他们更在这个部分操练很多 他们可以感觉到 那个力量出去了到哪里 他感觉到基本上好像打开 他的形容是 比如说仿佛好像打开一个洞 然后一个水喷出去这种感觉 有点恶心 好 OK 我是希望脂肪能够喷出去 喷到 喷到人会不会变胖 你们自己闪 好啦 车远了车远 好 OK 虽然耶稣感觉有能力出去 可是大家有没有想到一件事 大家正拥挤 触涌着他 应该一堆人摸他的衣服吧 而且大家 你有没有看到那个 不用耶稣啦 就随便一个明星 然后就被他拥抱 不是拥抱 就触涌着起来 大家都要伸手摸他好不好 有没有 所以多少人在摸耶稣啊 一定有的嘛 对不对 如果你最爱的那个明星 或是你觉得怎样 那个人在你前面 你会不会想要请他跟你签名 拍照 合照或什么 对不对 就这个概念啊 那个年代如果有手机 耶稣可能从来到来 都一直在跟人家自拍 是这样的啊 可是耶稣却问了 到底是谁摸 谁摸了我的衣服 那个没感觉衣服 然后门徒对他说什么很可爱 请念五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 门徒对他说 你看众人拥挤你 还说谁摸我吗 耶稣周围观看 要见做这事的女人 好 OK 门徒就吐耶稣说 你是怎样啊 那么多人涌挤着你 然后你问谁摸我 应该是谁没摸我吧 那整群所有都在摸耶稣 耶稣 好 那么多人摸耶稣 哪一个得意志 有没有提到哪一个得意志 只有这个女人得意志 差别在哪里 差别不是摸耶稣 也不是耶稣的衣服 也不是耶稣右边比较有恩膏 左边没恩膏 这边有恩膏 那边没恩膏 没有 重点是这个人的心 他的信心 他相信的部分 所以你要处理的是 你对于神的相信你跟祂的关系 你懂吗 好 你随便去路上拉一个不信耶稣的人 你问他假设 假设有一个创造天地的主 他有没有能力 创造天地 他只要无所不能就好了 对不对 有些无所不能并没有冲到天地 因为他存在的比较短 对不对 好 所以逻辑上来说 无所不能一定可以医治 问题是 耶稣愿不愿意医治 才是重点吧 对不对 问题就是 耶稣愿不愿意医治 跟你很多东西有关 从小你的权柄伤害你 所以你对于权柄有伤痕 所以你一直活在 我觉得耶稣有能力 可是他可能不愿意吧 或者是就算他愿意 应该我做得好他才愿意吧 或者是我多读经一点 还是我禁食40天他才愿意吧 你就这样想 为什么 因为从小你的家人 就是你做得好才爱你 有些都做得好 还不一定爱你 对不对 这就是权柄问题 这就是很多时候是 我们在神面前去处理 可是我们常常会 很多人会抓着 小时候我妈怎样怎样 小时候我爸怎样怎样 所有跟神怎样 你要知道一件事 你是新造的人 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 没错 以前很惨 问题是你现在你已经死了 你知道你已经死了吗 你知道这谁说的吗 北斗神泉见死了 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 男生都知道 对 就一个卡通 一个漫画就会打人 然后打完 那个人还没死就说 你已经死了 然后一下他那个人就死了 好 不重要 好 OK 重点是你已经死了 我们在耶稣基督里 已经与耶稣同死同迈葬了 现在活着不再是你了 是基督在你里面活着 现在活着你里面有基督耶稣的心 你已经有耶稣住在你的里头 你可以直接选择胜过过去 我知道会有点痛 我知道会有点难过 可是你不用一直说 小时候因为我妈妈这样 我爸爸这样 所以我不想信权柄 所以我也不想耶稣会医治我 不对啊 耶稣跟你爸妈又不一样 你爸姓耶还是妈妈姓书 妈妈可能姓书 对 可是耶稣不是姓书 也不姓耶 好 OK 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 过去就让他过去吧 就让往事随风吧 就过去了好不好 重要的事情是 你要知道你现在是新造的人 我们可以 我知道你还是会有些回忆跟痛 可是你可以抓住耶稣 我们现在不一样 我现在可以领受神无条件的医治 因为医治是什么 是无条件的 他不是一个奖赏 医治是一个怜悯 而耶稣无论如何都怜悯都爱 因为这就是恩典 不是你做得好才给你 做得好给你这顿奖赏 怜悯就是 因着耶稣发出来的怜悯 而耶稣绝对怜悯你 是这样 因为他就是一个怜悯恩慈的主 了解 当然他也是公义的主 可是因为你批带了耶稣 你接受耶稣 天父透过耶稣看你 你就是被怜悯 就是被爱的 好 所以你看 所有人都摸耶稣 只有这个人得医治 所以重点是 你可以继续让自己的信心提升 雅鲁的信心是 耶稣按守我女儿 她会得医治 这个女儿的信心是 我只要摸到耶稣的衣服 就会得医治 再来更好的是 那个大臣 只要耶稣吩咐就得医治 对不对 你的信心可以继续的提升 继续的提升 然后这些信心可以帮助你 可以进入更深更深更深的部分 然后余生同行 然后会有很多很棒的神奇 其实是发生在你生命当中 好 五章33节请念 那女人知道在自己身上所成的事 就恐惧战惊 来伏伏在耶稣跟前 将事情全告诉她 好 这个女人知道 在自己身上所成就的这件事 她知道自己病好了 然后呢 而且她原本想摸了 得手之后赶快转身逃走 因为什么 我呢 我不解禁 我刚摸耶稣 耶稣会不会怪我 还有所有被我推开 全部都被我带死 我等一下被抓住 不要打死 对不对 那个小明不能去吃玉岳节晚餐 后来小美被别人追走 也是我的错 她会这样想 她当然不知道这件事 好 所以你懂我意思吗 这个女人为什么要恐惧战惊 可能有很多很多角度 她怎么知道耶稣不是要定罪她 你怎么可以摸我 你怎么可以偷走我的能力 这是我刚才在积蓄能量 然后去医那个崖鲁的女儿 对不对 我刚才集气集到这个地方 咻就被你吸掉了 我还没集完怎么行啊 有没有想过这个点 有没有练功过打过电动 集气 然后被打一下 那个集气又没了 有打电动之后还讲什么 好OK好 就恐惧战惊然后扑伏在耶稣跟前 走开被抓到 不过还好最少有得意志得手的得手 耶 你懂我意思吗 她恐惧战惊 她怎么知道呢 因为她是听过耶稣 她没有跟耶稣相处过啊 好 可是这可能还是有这个信心啊 对不对 我们呢 你已经开始跟耶稣相处 可是你相处起来 你到底知不知道耶稣是无条件爱你 无条件愿意医治你的 她就是啊 她真的是啊 那为什么没得意志 这是一个大课题 请到转Q的体温 好 广告 好了OK 其实就是这样 其实这个人恐惧战惊一定有很多理由 因为耶稣居然可以 光是耶稣再这么多人摸他 那么多人摸他我也才摸一下 我就被抓到了 很厉害吧 耶稣真的很厉害 他恐惧战惊 因为他感受到耶稣的神性 人性还有所有这一切事情 可是最重要的事情是耶稣的反应是什么 请看下一页 五章三言四节请念 耶稣对他说 女儿你的信救了你 平平安安地回去吧 你的灾病痊愈了 好 耶稣对他这个姐妹说 为这位姐妹说 你的信救了你 所以他写了一封信给耶稣 这个信救了他 不是 这个是信心的信 你的信心救了你 好 所以我跟你说 我们再来强调一件事 信心其实很重要 但是并不是说 你要信心大才会得救 因为得救是被救 得救不是你去得到 是你被人家救了 懂吗 你这样说好了 你在火场里面 消防员来救你 你要多对这个消防员有信心 你只要愿意跟他走 如果你不愿意跟他走 你最少愿意被他打昏 扛走 不会了没有打昏 你最少愿意跟他走 对不对 那当然啦 你也不要他技术好不好 搞不好带你走错方向 对不会的 好祝福你 你被救这件事情 基本上你是被动 所以被救不用有很大的信心 就很像我们常举的这个例子 你来教会 我这个例子讲过那么多次 你到底来教会 如果有检查过那个椅子 有没有结构问题的人举手 没有嘛 对不对 但是如果我跟你说 巨星牧师一直坐 那个椅子坐那么多次 他可能就可能会有结构问题 因为我真的会有把椅子坐坏过 对 是这样啊 那如果我告诉你 其实我在这么多椅子里面 已经坐坏一个了 你现在会不会开始 然后要不要试试看 对不对 好 所以你懂我意思吗 你根本没有察觉你用信心 你就对教会有信心 你就坐下来 因为你相信教会不会放一个坏掉的椅子 对不对 你要花多少信心 可以继续坐在这椅子上 你根本不知道你用的信心 对不对 好 但是如果我告诉你 其实我们里面有十个椅子是坏的 你马上就开始试试看 所以你懂我意思吗 你正在用信心 可是你不知道 所以得救的信心是什么 首先你愿意接受 你承认你是罪人 你愿意接受 你要警察处住到的心理 他胜明你一切的罪 这样你做了这个决定之后 你就被他救了 你就被牵到爱子的国度 所以你就不会不得救 因为是他主动救你 你只要愿意接受 懂意思吗 OK 好 这是一件事 但是其他的部分 老实说你的神机一致 跟信心有关 可是不是要你信心大 才会得意志 什么意思 不一定要你信心大 帮你祷告人 信心大也可以 所以 好 先说 好 你的信心要干嘛用 要码就像这个女的 她信心大 所以她得意志 要码就是 之前有一个承认说 我信但我信不足 求主帮助 然后他遇到一个 再信的凡事都能 那个人是谁 耶稣 因为那个人是这样 耶稣在变向山 在下山 然后下山之后 然后就看到了 门徒们在祷告 他看到有一个人 跟耶稣说 那个人跟耶稣求说 我儿子被鬼附 没有人可以医 然后你的门徒 都赶不出去 好 然后如果你能够干嘛 帮忙一下 拜托一下好不好 这个人超没信心的 如果你能干嘛 这个女的是 我都别让耶稣知道 我摸到一岁子 就会得意志 你看这信心的等级差很多 对 那个人是直接跟耶稣说 如果你能干嘛 帮忙一下 这感觉就很像是 你跟郭台铭说 如果你有办法 付这碗面的钱的话 帮忙付一下吧 不用郭台铭 我也有钱帮你付 对不对 好 你懂我意思吗 好 他对耶稣说 如果你能干嘛 帮忙一下吧 然后耶稣跟他说 再信人凡事都能 然后他最后 他说好 我相信 可是我信不足 求主帮助 然后耶稣还是成就 因为耶稣有那个完美的信心 门徒没有 因为门徒赶不出去 对不对 可是门徒之后 也越多的增长 他们的信心 他们与神同行 越来越深了之后 那个神迹也不断的发生 所以懂我意思吗 好 所以来我们来归结一下 首先 你的病要得医治 有几个方法 第一 你自己要提升信心 然后你的信心 可以医治自己 也可以医治别人 医治别人 有吧 对不对 那个百夫长 等等 对不对 好 再来 如果你没信心 那你就去找一个 有信心的人为你祷告 这个有信心的人为你祷告 你就得医治了 因为 得医治的部分 是从他的信心来的 所以你也可以没有信心 可是你要有好的朋友 对不对 好 然后呢 那如果你找一个没信心的人 来帮你祷告会怎样 你们就干脆读圣经好了 查经好了 然后你们再去找个有信心 帮你们祷告 所以 简单说就是 其实这跟信心是有关的 所以你懂我意思吗 得救这件事是被动的 事实上连医治这件事情 原则上它都是 跟救恩有关的 它原则上都应该是 每一个百分之百都有 可是因为这个世界 这个肉体 因为医治是大部分是 医肉体嘛 对不对 这个肉体不完全 这肉体有罪性 罪性就是不想顺服主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有很多很多复杂 今天没有时间讲 所以总而言之 要告诉你一件事情就是 你其实要在主里面 越来越有信心 可是那个信心不是靠你 好像就是 我来禁食八十天吧 不要禁食八十天 对 有呼召四十天要有呼召 禁食五天就不用呼召 我们试过 对对对 我跟姜山牧师试过 然后好饿 总而言之回来继续讲 所以你看 这个女人的信心救了她 所以你其实 因为这个女的怎样 她知道一件事 我得医治是因着神的恩典 她才不管她有没有犯罪 她一边犯罪边得医治 所以你要知道 你要继续不断的相信 上帝美好的恩典 你会发现 到现在讲了那么久 我们还没去耶路加 她女儿真的快死了 我们讲了那么久 你想象一下 我们原本要去耶路加的都会 前面讲 再三的求答 耶稣就做我们出发 耶稣一直急气 一直急气 一直急气 然后现在被吸光了 没有耶稣没有被吸光的问题 跟你懂我意思吗 好 耶稣不会被吸光 可是这个人真的耽误了时间 对不对 好 所以请看下一页 然后真的发生了 马可福音五章三十五节 还说话的时候 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来 说你的女儿死了 何必还劳动先生呢 有没有人顾到耶路的感受 拜托老大 你十二年 十二年写落 你再擦一天 不是你在我家门口等 耶稣医完我女儿 你再排第一个 我帮你卡位 你干嘛要擦队 就是我刚才说的 就是小明的家人快死了 救护车站在路上 一个扭伤脚的 把她拦住 又硬要上救护车 然后小明的家人真的就死了 就这个概念 千万不要拦救护车 那是很严重的事 好OK 耶稣就是那个救护车 这个女人犯了超多的罪 她不仅带衰旁边的人 她还 如果她不晓得耶稣是 是怎样 她还带衰了耶稣 可是你没有办法带衰耶稣 然后她还害死这个人 这有责任的啊 原本是快死了 被你搞成已经死了 然后后面人抄食物的 这个管会堂家里的人 来就说 别去别去 没效没效了 对不对 别去别去 不要劳动先生 听起来很敬钱 其实是没信心 其实是没信心啊 耶稣不是指引过 之前已经有 那个拿婴城寡妇 全城拿婴城是送葬的人 跟后面跟着极多的人 全部人都看见 早就传开了 可是他们信心不到啊 对啊 雅鲁是说 雅鲁的信心是你按手在我女儿身上 她病就会得医治 她可能只有 按手病得医治的信心 那按手死而复活的信心有没有呢 不确定 问题是来这个人更没信心 她死了死了买嘛 不要浪费时间 不要浪费时间 你懂我意思吗 你会发现每一个人心里面的东西不一样 刚才 刚才插队这女儿超有信心 这里面如果比起来 除了耶稣的信心之外 可能就是这个 这个女人了嘛 对不对 好 雅鲁的信心在这个女生之下嘛 这个来的人又在雅鲁之下嘛 死了就何必劳动先生呢 后来是没有采访雅鲁说 你相不相信我会使你女儿死而复活 他是没有问他 因为耶稣很在乎那些人 而且耶稣可能也在乎这个姐妹 我再讲下去 这个女儿会被打死 我们赶快去吧 对啊 这个家里来的人讲完 可能就去把那个女儿嫁起来 有这种可能嘛 对不对 好 所以好 我们再看下一页 好 可是耶稣这个时候赶快宣告 耶稣说 耶稣听见这个话 就对管会堂的雅鲁说 不要怕 只要信 为什么耶稣说这句话 可能雅鲁的信心开始 死了 来不及了 就会不会像我们家里来的这个人说 算了 不要劳动先生了 耶稣赶快给他一句话 不要怕 只要信 你要用神的话揭露你的信心 不要害怕 只要相信 相信神的恩典跟祝福的作为 懂意思吗 所以我相信耶稣的信心动摇了 因为他信心只要按手病得医治 按手会死人复活吗 我听过 可是不一定我会有 毕竟我昨天才违反哪一条律法 虽然我没告诉别人 可是对 因为他是专门守律法的人 对不对 他可能会去想这些 可是耶稣说不要怕 不要怕什么 不要怕你昨天违反那个律法 不要怕你觉得什么 不要怕小时候你妈妈这样对你 不要怕你爸爸小时候这样对你 不要怕你的人生过去怎样 不要怕只要信 要相信耶稣爱你对你有美好的计划 这样子你相信正确的 你就信的对活的对 你相信正确的 你那个得意志的信心就起来 与其去依靠别人的信心 还不如自己操练那个信心 对啊 你没钱吃饭你就会饿 你每次都去找有钱朋友吃饭 还不如自己赚些钱嘛 不是一样概念 对嘛 你有没有碰过那种每次吃饭 都找你的朋友 对不对 有啊 我碰过那种每次都找我出去吃饭 来吃饭来吃饭 哇终于要请我 每次都我请你 来去之后最后要结账 他就是坐在那边这样 又来 好 算了我就去结账 你们现在知道怎么弄我 我不会再去了 好啦好啦开玩笑了 不要怕只要信 你要知道耶稣就是爱你 对你有美好的计划 只要相信 好 再来就是 那我被祷告完没得意志呢 首先不要定自己的罪 不要想 因为我昨天没读圣经 因为我早上说脏话 因为我什么什么 首先在新约里 新约对于罪的要求是更高的 吃什么不出于信心就是罪 光这条你们都不用得意志了 没有啦 好 你知道吗 你昨天晚上你分明知道 你不应该吃 你还是吃人的就是没信心 没有信心是罪 不要定你的罪 因为圣经上真的有这个经文 好 再来 看见什么善事没有去行 也是罪 你确定你行完说 我看到的善事了吗 你们今天有参赞牧师很帅吗 这不是善事 这是事实 你们以为这是善事吗 真是的 我就知道 你们心里都没有真的相信 要操练你们的信心 不是啦 是对耶稣的信心不是我 好 OK 不要怕只要信 你心里面是不是真的知道耶稣爱你呢 你是不是真的知道你是神所宝贝的 我说那个独经祷告 那个福祉主 那个奉献很多 那个什么我都没有 我应该要得意志 我只有睡渣 不要这样想 那个睡渣是因为他是外邦人 他那时候不在救恩里 我们现在在救恩里 我们是神宝贝的儿子跟女儿 不要怕只要信 OK 那耶稣会讲这句话 当然后面耶稣就移好他了嘛 对不对 但是遇之后是如何的 请在下回分解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好 先把眼睛闭起来 谢谢耶稣祝福这里每一位 让我们活在一个不要怕只要信的生命里 耶稣对你有美好的计划 你要知道不是你做的好 是耶稣做的那么的好 我们相信正确的 活在正确的里头 信的对活的对 因为没有什么比耶稣更大的 问题不大 耶稣最大 祝福这里每一位弟兄 每一位姐妹 你要知道耶稣爱你 就算你祷告你还没得意志 就继续相信 继续知道上帝的慈爱 然后神会兴起奇妙的事情 你要经历美好的祝福 那最美好的日子正在路上 那最美好的日子将要来到 祝福这里每一位弟兄 每一位姐妹 看见那个美好的辉煌 因为耶稣给你的应许是 一言日子如同黎明直到日午 越照越明 越照越明直到日午 你会越来越好 越来越丰盛 越来越健康 越来越喜乐 就算年纪增长 可是你的身体会 好像85岁像40岁一样 你可以经历那个美好的祝福 超自然的一致要领到你 心里的一致 生里的一致 因着耶稣的边上 你已经得了一致 我宣告神的国 现在降临在你身上 奉耶稣明释放上帝 一致的大能 你们已经得一致了 奉耶稣明一致这里 每一位看见上帝的大能 谢谢耶稣 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求 阿们 好 感谢主 我们来站起来 请做信仰宣言 打重新来念一次 这里的每一句话 都是你可以跟上帝求的 好 一二三请念 我相信上帝差派他的独生爱子耶稣 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我相信他胜过死亡 并且从死里复活 我现在是上帝所爱的孩子 因他留的宝血 我大大得福 蒙受极高的恩宠 及深深被爱 我永远脱离疾病灾害与死亡 耶稣如何 我在世上也如何 好 感谢主 请闭上你的双眼 打开你的双手 领受本周的祝福 主 我们向你线上感谢 谢谢你这么爱我们 你对我们有美好的计划 让我们活在不要怕 只要信的生命里头 不是我信心大 乃是耶稣这么的爱我 耶稣这么的爱我 所以我们的信心会日渐的增长 我们就会得着 那个许多的超自然的医治 超自然的恢复 各样的美好 祝福这里每一位 无论在现场的 在直播的 在未来看见的弟兄姐妹 奉耶稣的名 神的国已经临到你了 奉耶稣的名 超自然医治要临到你的身上 因为耶稣的变上 你已经得医治了 祝福这里每一位 主啊是的保守我们 提升我们 在你面前的信心 无论过去我们有什么伤害 耶稣已经医治我们了 不要至于定经过去的伤害 定经现在耶稣做成的工作 谢谢主耶稣 你用生命记28号的祝福 来祝福我们 出也蒙福 入也蒙福 拘手不拘尾 在上不在下 我们手机电脑上传下载的 都蒙福 我们签名盖章的都蒙福 我们经手的都蒙福 我们家里的家人 我们的亲朋好友 我们所爱的人都蒙福 也祝福他们不仅仅透过我们蒙福 他们也要来相信耶稣 来祝福他们 来经历美好的祝福 谢谢耶稣 在这疫情年代 让我们出现在对的地方 遇见对的人 做正确的事 经历超自然的祝福 美好的人事实 地物美好的巧合 要领到 要祝福这里每一位 谢谢主耶稣 谢谢你这么爱我们 包住我们上去的脚步 也继续在你的面前提升 并且帮助我们建立 与你个人美好的关系 愿我绝出基督的恩惠 天父上帝的死来 圣灵感动的交通 常与众与众与众姐妹同在 从今时直到永远 大家一起说 阿们 好 再来想邀请你跟我 做一个祷告 邀请耶稣住在你的心里 赦免你一切的罪 给你一个全新的盼望 可以让过去的一切失败 跟一切的痛苦都过去 让耶稣给你一个全新的生命 预备好了吗 等一下我说一句 你跟我说一句 如果可以 你可以把眼睛闭上 让你说错了话 宣告出来 让你的心里完全相信 来看见上帝的荣耀 要开始了 好 那我说一句 你跟我说一句 亲爱的主耶稣 亲爱的主耶稣 我邀请你 我邀请你 住到我的心里 住到我的心里 做我的救主 做我的救主 做我生命的主 做我生命的主 谢谢你赦免我一切的罪 谢谢你赦免我一切的罪 我的过去 我的过去 都交在你的手中 都交在你的手中 我的未来 我的未来 那美好的未来 很美好的未来 也在你的手中 也在你的手中 亲爱的圣灵 亲爱的圣灵 请你现在来充满我 请你现在来充满我 来引导我的一生 来引导我的一生 谢谢你 谢谢你 亲爱的主耶稣 亲爱的主耶稣 我相信你为我死 我相信你为我死 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又为我复活 又为我复活 谢谢你 谢谢你 亲爱的阿爸天父 亲爱的阿爸天父 谢谢你差遣了耶稣 谢谢你差遣了耶稣 我所有一切的罪 我所有一切的罪 定罪 定罪 诅咒 疾病 疾病 死亡 死亡 都归在耶稣的十字架上 都归在耶稣的十字架上 亲爱的阿爸天父 亲爱的阿爸天父 从今天开始 从今天开始 我回到你的家 我回到你的家 我是有父的人 我是有家的人 我是有家的人 我大有盼望 我大有盼望 这样祷告 这样祷告 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